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花椒鸡汤 我准备了一些黄鱼椒 泡发好的黄鱼椒 切件 改成你综艺的大小 那黄鱼椒 又叫鱼肚鱼椒 或者是花椒 那么我们小的时候 跟大人叫惯的 就叫芒果 黑木耳 还有几粒干贝 首先我们把鸡洗净 打开 里面都要挖干净 脚尖通通剪掉 脚掌里面 皮要去掉 要洗到干干净净 如果脚掌这里 染上脏的颜色洗不掉 那你就要把它剪掉 鸡翅 刺尖也要剪掉 头颈皮全部去掉 这里剪开 剪深一点 靠近尖头 靠近尖头这里剪 朝上拉 拉到头 如果鸡头 如果鸡头受欢迎 那么留着 但是要好好洗 这里要破开 擦盐 嘴巴打开 擦盐 耳朵眼睛全部要擦过 那如果没人吃 就省事了 一刀剪掉 然后 改刀 可以继续用剪刀剪 这个方法 太好了 再也不用担心 剪到一塌糊涂了 大骨头 如果剪不断 就绕开 把这个方法好 心冲冲告诉姜小姐 人家说她老早开始这样做了 还建议我说 以后回上海 切麻布开 鸡皮也就剪到 那样就可以 大刀割 想剪拿就剪拿 清水大火先煮开 水开一两分钟后 我们先撇去上面的模 鱼椒先下 放一个葱结 拍一大片姜 料酒 大火让它滚开 水滚后干贝 泡发洗净后的黑木耳跟着想 温火慢慢焖煮 繁琐的事情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大约一个半小时剩下 这锅汤就很浓稠了 如果是非常非常老的老鸡 可能要更多一些时间 一团葱结 可以取出 重新放些青葱段就好看多了 汤很清好 上海人做汤的特点是 汤清汤鲜 我们不太会放药材 喜欢放些干货掉鲜 我说的大家记得吧 老做多少平常 弟弟兄 都有一只鬼的这么麻烦不复 就像干杯啊 淡菜 开羊这些 好了 可以一锅端上桌 也可以吃多少 盐分开放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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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